我回老家签订房屋转让协议 却被小学同学冷嘲热讽 而当他见到陆氏长子 对我百般殷刑时 却又立马换了一副可言 唐先生 对不起 我 我刚才是喝多了 说的都是屁话 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小子刚才好像说是自家的员工 该不会说了什么 不该说的得罪了唐先生吧 被陆宏伟这么盯着 唐大猛更加慌张 只好颤颤巍巍地 将刚才的事情复述了一点 陆宏伟听后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你赶紧滚蛋 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再是陆氏集团的员工了 不不 陆老板 你不能开除我 我错了 求你原谅我 眼看陆宏伟不为所动 唐大猛又将暮光转向我 唐狗 看在咱俩同小一起长大的份上 你就原谅我吧 摇摇摇头 抱歉 我无能为力 听到我这话 唐大猛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既然你不让我好过 那大家都别好过 说了唐大猛就举起了拳头 被陆宏伟的手下直接拦住 回头看了一眼两人的体型 唐大猛只好信信然地低下头 这时 一辆跑车开了过来 从车上下来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 正是陆家千金 陆成成 成成 你怎么来了 陆成成先是跟陆宏伟打个声招呼 大博好 然后故作轻易地走到我跟前 我终于找到你了 唐狗 我喜欢上你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事先提醒 我那晚可能就要出事了 这几天 我天天做梦都能梦到你 你就是我注定的白马王子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虽然陆成成嘴上说得情义浓浓 但内心却是另一幅面孔 臭唐狗 明明早就知道意外 却不拦着本姑娘 摆明要故意看我出仇 看本姑娘怎么收拾你 而我看着陆成成桃花泛滥的眼睛 却已经猜到了大概 于是故作心动地说道 你真的喜欢我 想跟我在一起 陆成成连连点头 陆宏伟看着这一幕 无奈地说道 成成 你这又是搞得哪一出啊 大博 我是真的喜欢唐狗 想和他在一起 此时我脱口而出 可我不喜欢你啊 你看看你 要啥没啥的 听到这话 陆成成顿时如遭雷击 本姑娘天生励志 你居然说我要啥没啥 眼看气氛不对 陆宏伟只好出来打圆场 成成 不要胡闹了 赶紧回家去 陆成成想了想 还是没有发作 只好上个车仰长而去 唐先生 要是我二弟在这里 你一定会被收拾的 我笑了笑 并没有搭话 回到陆家后 陆宏伟疑惑地问道 唐先生 如果你缺钱的话 我这里是有一些的 何必要卖老家的房子呢 而且那片区域据说 马上就要拆迁了 如果我告诉你 这拆迁的事情要花 你信吗 原来如此 那就说得通了 其实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原因 接着我将病房里 几位街坊的所作所为 说了出来 饶食陆宏伟这种 经历过大场面的人 也被我心道 真是无耻之徒 呵呵 天下人心 皆为利益 既然他们想占我的便宜 那就得付出一点代价 现在仅仅只是开始 好戏还在后头呢 看着四个洞 陆宏伟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对了 我现在还没有找好处的地方 老房子的家具 就摆脱陆老哥 暂时保管一下了 小问题 您尽管放心 交代好事情 我便离开了陆家 待我离开后 陆宏伟立马拨出一个电话 一个小时 我要知道 唐先生老家木叶村的 全部情况 片刻后 一打资料 就摆在了陆宏伟申请 这木叶村 竟然是蒋家出资收购的 可这就更不应该了 毕竟蒋家也算是 魔毒牌的上号的豪门 而在第二天 手机上收到的新闻 就解答了陆宏伟的遗果 蒋氏集团涉嫌违法操作 家族企业或将面临封停 这 居然又被唐先生说中了 蒋氏集团遇到这种风波 拆迁肯定是无法进行了 正如陆宏伟所说 木叶村一众村民都炸了 全部聚在唐大蒙的家中 收购唐狗家房子的主意 是你们提出来的 现在出事了 你们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否则 就赔偿我们的全部损失 唐大蒙脸色阴沉 你们还能不能要点脸 当初我们提出 这个计划的时候 是你们求着 我们主动加入的 现在出了事 就把我甩到我们头上 要脸部 我不管 今天你们不赔偿 我们就不走了 一行人就开始 大吵大闹起来 唐大蒙有什么 不知道从哪拿出个棍子 行 你们不是要交代吗 来 上我跟前来说 唐大蒙这不要命的架势 顿时镇住了一众村民 此时唐大虎开口说道 别着急 你们不觉得事情 有些蹊跷吗 昨天咱们刚收购了 唐狗的房子 今天拆清计划就取消了 老爹 你的意思是 这是唐狗在其中捣鬼 这倒不至于 想来唐狗也没这份能耐 不过他肯定是知道 已经内幕消息 故意因咱们的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上门找他去 反正光脚不怕穿鞋的 他唐狗一个人不怕 但是陆氏集团这种大公司 可是很在乎名誉的 好 就这么办 众人敲定主意后 便兴致勃勃地商讨起流程 而此时的我 来到一处 名为森兰的生态小区 记得前世 就是在这里 创建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不曾想又回到了 梦开始的地方 当我刚踏进受防部的时候 便听到一个男人 咄咄逼人的话 308独栋公寓 500万 只要你愿意跟我 我立马付钱 而站到他对面的女子 皱着眉头说道 蒋先生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我是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你确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奶奶的病情 应该快要脱步下去了吧 你确定还要继续跟我作对 男人的一句话 瞬间戳中了刘文的软胃 眼看女子有服软的迹象 男人继续说道 怎么样 只要你答应 你奶奶的手术费有 我全都包了 你想想 如果靠你的工资 等你挣够手术费 你奶奶怕是早就没了 听着女子的称呼 我心中了然 原来是蒋师集团的讲号 根据上一世的记忆 蒋师集团的今天大瓜 应该就会在今天爆出 想到这里 我直接走上前去 对着女子说道 这308独栋公寓我要了 刘文愣了一下 先生 你 我说这308独栋公寓我要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但是 刘文还没说完 蒋号便直接打断了他 哟 哪里来的毛头小子 想要英雄救美是吧 给你五秒钟 从我眼前消失 我可以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而我只是简单地回了两个字 有病 蒋号愣了一下 玄机大笑起来 好好好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 这么开心的事情了 我再给你个机会 现在跪下向我道歉 这是你最后赎罪的机会 说这话的时候 蒋号招了招手 身后便有几个保镖围了上来 刘文见这情况 立马挡在我身前说道 这位先生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你还是赶快离开吧 我摇了摇头 然后对着蒋号说道 蒋师集团的少爷对吧 下跪我不会 但是我会算命 我关你眉头黑气浓郁 恐怕你们蒋师集团气数引进 甚至都熬不过今晚 听闻此话 蒋号先是一乐 然后便放肆大笑起来 真是天大的笑话 你是脑袋进水了 还是已经被吓傻了 然而蒋号的话音刚落 几名穿着制服的警员走过来 为首一人拿出一张逮捕令 蒋号 这是逮捕令 你被逮捕 此话一出 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而蒋号本人更是神色震惊地愣在原地 片刻后 蒋号便被警员押走 眼看闹剧结束 我对着刘文说道 现在可以给我办理了吧 刘文回过神 连连点头 当然可以 我先为您介绍一下 308公寓的情况 不用 直接帮我办理就行 好的 整个过程简单粗暴到了极致 没一会功夫我就已经住进了公寓内 虽然现在手上扭了几千万 但是对于我来说还远远不够 根据前世的记忆 明天对于整个股市都是充满传奇的一天 于是第二天 我便来到了红桥证券交易中心 一个销售人员顿时热情地迎了上来 先生 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给我开一个股票账户 我便请问您提供